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王高来 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为爱而生 周大生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让我们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日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 2024年文艺新品 国之宋 文艺里的新中国等 十档创新节目据实亮相 发布会以试起新章为主题 节目题材丰富 类型多元 创意十足 进展中华文明之美 文化之美 艺术之美 其中 大型系列文艺专题节目 《文艺里的新中国》 选取新中国成立以来 最具代表性的75部优秀艺术作品 带领受众在文艺场合中 重温新中国的时代光影 有无数的文艺工作者 为新中国的文艺 为新中国的发展 记载了一个一个可感 可敬的李承宾 今天这样一个南墨将是对 这一段历史的回顾 也是对今后未来文艺创作的 一个激励 更是对当代所有的文艺家 一个巨大的激励与鼓舞 非常期待 所以我很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幕后的 一些非常有时代气息的这种故事 伴随着新中国的历史 能够讲给更多的观众听 大型服饰文化节目 衣锦天下 从中国传统文样服装制作的匠义等方面 细致结构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密码和中华服饰 连接过去与未来 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时代价值 2024年龙年春晚当中年仅节目的热播 我们也看到了服饰 以及和服饰相关的服饰文化 变成了人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个热门话题 所以我非常期待 总台的大型服饰文化类节目 衣锦天下 变成一个新的IP产品 并且把服饰变成一种文化 成为热点 花开四季 中国民族舞蹈盛典 集中展示中华大地上多姿多彩的民族舞蹈风貌 今生欲震 中国契乐大会 展现中国传统曲目背后的典故 和中国契乐的永恒魅力 原创戏歌唱演节目国风超游戏 共同见证多首全新戏歌作品的诞生 开创传统与现代 互相成就的国风新生 总台这次推出的是中国契乐大会 非常非常的恰逢其时 这是我们民乐人期待已久的 而且这次的名字非常的响亮 叫今生欲震 这也确实契合了 现在中国的民乐的蓬勃的发展 总台文艺2024年新品片单 还发布了大型季播节目 沸腾的音符 中国唱作人大会 奥运动起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主持人大赛 新闻主播季 中国音乐Top榜等一系列力推新人新作的创新节目 据介绍 围绕新中国成立75周年 巴黎奥运会等时间节点和重要事件 总台文艺推出的这批重点节目 以远远流程的中华文化为创新的源头活水 用充满时代气息的文艺作品 欧歌新时代 展现新征程的中国面貌 中国精神 将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 进一步提升总台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近日由中宣部牵头组织的 文化中国型主题宣传活动开启 文化时分记者跟随采访团 一起深入江苏浙江等地 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 探寻各地在古城保护 飞移传承等方面的生动实践 今天的节目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 感受古运悠悠的江南风貌 文化中国型的第一站 我们首先来到了苏州的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 这里现存的布局 几乎跟宋代的平江图是一样的 仍然保留了水路并行 河街相邻的中西盘格局 可以说是苏州古城的一个缩影了 春日里的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 游人如知 这里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 被誉为没有围墙的江南文化博物馆 人们漫步在曲折迂回的古巷 探寻乌苏城2500余年的历史文脉 在这里能够看到小桥流水 很强带瓦的江南水城风貌 能够听昆曲平潭 欣赏苏州刺绣 也能够品尝特色小吃 来一把悲仪体验 我们这个叫桃花屋木板年画 今天给大家演示的就是这个一团和气 现场的话我们给大家演示的时候 它是只印一遍 真正操作的时候的话 每个颜色我们都要印两次 而且都要吻合卡到一起去 包括一些商场和一些美术馆 还有一些旅游的景点 我们也都有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就是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去指导 已有千年历史的苏州同里古镇 同样人头传动 作为江南六大古镇之一 也是江南水乡文化景观 千年传承的活态样本 跨过小桥流水 穿过古宅身像 便来到了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退思园 曾经在这种园林格局里 非常享受非常惬意感知到 这个中国文化特色的感觉 碎寒军 水香蟹 棉云亭 一众美景正是末到园林小 家景知多少的真实写照 在古迹修缮过程中 当地坚持以历史资料为蓝本 最大限度利用原有材料 保存原有构建 注重保留和传承传统工艺做法 尽可能多地保存历史信息 一屋一瓦 一草一木 不仅仅是积累下来的宝贵物质财富 也让文化的传承更加具象化 要敬畏我们的老前辈 敬畏我们的古代的一些修复工艺 也敬畏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文化 所以我们的传承好 我们的传统文化和 它的一些工匠制的一些传承 同时 同里古镇通过举办 富有特色的民族体验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泰传承 还塑造有载体 有技艺 有特色的同里夜游文艺品牌等 通过新技术 新思路 让人们更深入地 体会这一方诗意相仇 离开江苏 启程浙江 我们来到位于浙江湖州的南巡古镇 这里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见证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起航和远行 百年以来 中华文明守正 不守旧的开拓进取精神 以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 坚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在这里绵延传承 1851年 南巡吉里胡思 在英国伦敦首届世博会上 夺得金奖 古镇上通金桥南的斯航代 成为全国胡思贸易集散地 每逢新思上市 这里烈似喧甜 徐露拥塞 南巡古镇通过大运河运送到上海的生思 占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 南巡很早就敢于走出国门 学习现代科学技术 南巡古镇文化具有鲜明的创新性 南巡人开卢氏经商的四分之先 近代南巡市商们大量投资近代工业 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先驱 南巡古镇有一座老民宅 从墙外看是传统的江南风格建筑 中式码头墙 但走到墙内却是欧洲巴洛克风格的西洋建筑 不仅如此 庭院里种植的这两棵广玉栏 是120多年前从美洲中南部远渡重阳 来这里安家落户的 当时叫做杨玉栏 在这座古老的庭院当中 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化元素浑然一体 和谐天成 像这样中西河壁的百年建筑 是南巡古镇建筑的独有特色 这些建筑既引入西方建筑的元素 又传承了中国古典的人文精神 这栋传统中式房屋的窗户玻璃 镶嵌的是法国进口的蓝金玻璃 上面定制的图案却是中国的花卉花果等 这些都充分地显示了中国的文化自信 今天南巡古镇依旧保有大量的 中西河壁的园林和宅院 它们都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 包容开放的气质 兼容并蓄的精怀 如果说丝绸文化是造就南巡古镇 文化底蕴开拓进取的历史基因 那么重文宗教的精神风尚 让南巡历史文脉得以延续和发展 家业堂藏书楼今年已有百年历史 这座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私家藏书楼 藏有古籍16万册 包括真本四库全书1954册 我们家业藏书楼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就是古籍保护 这个是一百多年前就做的书厨 它用的材质是防冲效果非常好的 幼母来做 窗户是有两扇的 外面那个就是白铁皮 避免阳光对书籍的一个直射 江南地区比较潮湿 我们怎么样去防范它这种 对书籍造成的破坏呢 像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 就上午我们就打开这个西厢房的窗户 等到午后 我们再把这个东厢房的窗户打开 这样既可以让书本得到一个 顺畅的呼吸 又避免它遭到阳光的磁射 保护古籍 保护古建筑的同时 南巡古镇更注重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每周五南巡实验小学的孩子们都可以在这座百门藏书楼进行社会实践 在浙江嘉兴的西唐古镇 跨过小桥流水 穿过深宅古巷 古色古香的园林建筑西园里 一堂分仪体验课正在进行 西唐古镇是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素有吴根越角之称 当地在古镇保护和开发中 特别注重传承特有的文化习俗和人文精神 这堂课的主题是传统纽扣制作技艺 这里的非物质文化一场像田歌 它普及在田野上的农民都会唱 所以我们还是提倡保留原住民 保持古镇的延续下来的那种生活 所以叫生活者的经验古镇 西唐纽扣的产量 约占全国的四成 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物件 背后承载着西唐深厚的文化和产业底蕴 巧夺天宫平妙手 美轮美奂见江南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仅仅是中华服饰上传承至今的小小纽扣 更是从江南古镇 向世界展示中国文明的符号 纽扣具有千年历史 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切始载起 从纽扣这个文化符号背后 我们可以看到绵延千年的文化更美 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延续性 在西唐 像这样的非议项目有三十一项 共同点亮中国传统文化璀璨的光辉 古镇的明清木雕陈列馆 是原汁原味的江南民居建筑 一梁一幕 一窗一门 都有着岁月的印记 非遗迹木雕踏画 以刀带笔 以板带纸 将书法 绘画 雕刻融为一体 呈现出木雕古雅的质感美 和国画手绘的笔墨韵味 如今 木雕踏画手工艺人 把木板雕刻图案印在宣纸 扇子等上面 让游客们欣赏民居建筑的木雕工艺 近距离感受传统记忆的匠心独运 西唐古镇各级文保单位点三十个 1.01平方公里的古镇核心保护区内 保存着25万平方米的明清古建筑群 清宅雅院 街巷长廊 这些古老的建筑是历史文化和传承的见证者 而非一体验活动 则让古建古宅活起来 更增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穿透力 西唐镇按照科学保护 活化利用 共建共享的标准 全面推进古镇保护开发工作 把文化瑰宝守护好 传承好 利用好 深度讲述我们西唐的历史故事 助推江南水乡文化普及性输出 这些古建筑和老街巷 既是故乡人心中的乡愁 也是外乡人眼中的风景 漫步在这样的建筑和街巷之中 我惊叹于中华大地上 有如此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和这其中包含的文化底蕴 也感念于在传承发展保护的理念 和实践之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所迸发出的蓬勃的生命力 探寻我们的来处 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 就是文化中国型主题活动 带给我最真实 最深刻的感受 一片老街区穿越时光 连通古今 一座古建筑斗转星移 承载记忆 在传承和保护中 一幅幅古城新运图景 徐徐展开 讲述着传统文化 与当代生活相融共生 文化遗产保护与城乡建设 相得益彰的动人故事 也让我们看到了 中华文脉的绵延更续 文明鲜火的代代相传 每天一刻钟 生活天动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